我愛你當月是夢妙 長輩們跟著音樂擺動身體 展現平時訓練成果 為了參加大同區健康服務中心 舉辦的長者活力秀競賽 各個團隊邀請老師幫忙編舞 自己也在造型上下功夫 希望獲得評審青睞 今年共有九支隊伍報名 參賽者平均年紀都在80歲以上 有的甚至連續九年都來報名 我們吃到這麼年糟 還有這個好的舞台給我們表演 所以我們出來大家都發生的興趣 就是這樣 我是覺得真好 繼續辦得還好 讓大家活動進步 阿公阿嬤藉由跳舞展現自信 平時和團員練舞還能化家常 生活過得健康又充實 尤其還能鼓勵失能的老朋友 一起走出家門 延緩老化 為了預防老人失智 大同區還啟動 睿智友善社區服務 從敵化商圈開始試辦 營造友善的生活環境 長者和我們的家屬走出來的時候 能夠很放心 很安心 然後也能夠得到尊重 讓我們的長者能夠走出來 然後能夠健康老化 在地老化 人口老化是全球趨勢 在大同區老年人口比率 更超過17% 為了讓長輩們都能在地安養 大同建福中心經常舉辦社區活動 鼓勵長輩們都能展現活力 充實老年生活 開報大台北書的新聞 邱世民採訪報導